對於正常採訪人士,我們希望能夠給予更多便利 例如在7月份,在元朗的商場裏面有些示威人士做一些示威 可能違反了一個限聚令的時間 但跟著我們同事去處理這個折策的時間 可能都是10個人左右的同事 但在現場的,穿著一些黃背心或者戴著一些證件的人 自稱記者也好,或者是真正記者也好 說的是超過100甚至150 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我們的工作 如何去識別這些是否真的一個記者 還是一些示威人士,我們都有些困難 今次去修訂傳媒代表的內容 其實都沿用了很多年 我相信也有接近20年以上 過去時而世易,在傳媒生態改變之下 其實我們都要去檢討一下 到底我現在的定義是否都是及合適的呢 始終是導致了一個原因,我們需要做一個修訂 而第三,就是因為在上個月 我們一些大型的行動期間 我們在將軍澳做了一些行動 封鎖區的設立 當時,理解傳媒想能夠比較近距離去做一些採訪 就給了15間的電視台、電台、報章和網媒的機構 工作人員進去封鎖區做採訪 但是當時,業界的迴響都挺大的 因為他們覺得,為什麼是那15間的呢 警察用什麼標準來給一些便利安排記者呢 無論有沒有一個修訂 其實記者或者傳媒的代表 在一個公眾地方做採訪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他們絕對有這樣的採訪的自由 亦都是受香港的基本法保障的 只不過,當在某些場景 可能會有機會是需要設立一個封鎖線 如果是沒有特別安排的 所有的記者都會在一個封鎖線以外做採訪的 但是,因為考慮到 我們都知道有很多正常採訪的人士 都想能夠可以再強勤一些 一個事發的地點去做採訪 而我們自己都想增加警察的透明度 因此,我們都想去做一些 更加便利到傳媒的措施 但是,當要做這些措施的時間 就要有一個標準了 並考慮到台中 XD 買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